加面吗 一下吃的香你没睡衣了 8点58太阳都刚升起来 旁边烤肉来的 哈喽 这一排子都是黄面店吗 对对对 是我们去店旁边交接 小心开箭 三个肉 两个肩子 三个肉 两个肝子 一个肠子再炸一个黄面 是标配 迷毛病气的 再加一个腰子 我们这都是鲜肝肉 牛皮肌 羊蛙肉 这是草标牛 你们24个小时都开了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早晨7点钟到天门 下午4点钟就关门了 关门了啊 你先做一个最后烫清茶 好好好 你要是买牛肉 都行 都行 要用烤猪达牛肉 猪达吃牛肉是吧 来吃个牛肉那就 为什么要早晨吃这个黄面烤肉哈 别人给我的答案撒 你要是前一天喝多了以后 第二天早晨来个黄面烤肉 就是特别好喝 哎呀 我说好吧 然后昨天就喝多了 今天过来专门找一下那种 喝多了以后第二天的黄面烤肉那种感觉 哇 这个黄面看着就三斤的很吗 吃上就忘不掉了 吃上就忘不掉了 家门有没有老板 有 管饱 放心吃 三号黄面的宗旨 这是管饱的吗 管饱 从我妈妈手里一传到现在 一直都是管饱的状态 啥时候吃饱啥时候说算 哎呀 哦 这个露汁 这是我们洗台的特色黄芥末 那个丝辣椒 对 油泼辣 再来点露汁 秘方的哦 这是 不给别人说啊 哈哈哈 你们这个店开了多少时间了 从我妈妈手里到现在已经30年了 30年的老店了吗 香的很棒 正常状态是烤肉到时候烫 我们这黄麵就倒下来 啊 好 那我就等 哈哈哈 可以加面啊 可以可以 哇 再给我们来一份老板 好 平时都是那种烤肉来了 现在上黄面的 今天肚子太饿了 吃一下啊 嗯 喝多一会儿第二年吃这个黄面 真味道卷了你知道 特别舒服实在 酸酸辣辣那个 它这个黄面拉的也特别有劲道 主要这个气态面啊 蒸得好 嗯 烤肉没上方便吃完了 哈哈哈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跟老板再聊一份 嘉宾妈 一下吃的消息没声音了 哎呀 太好吃了 你们这个 太好吃了 老板你好 哈哈哈 我自己去哪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够了够了 你们这个加面也是跟 正常分量是一样的吧 正常分量是一样的吧 这个是 对 只要你能吃不夸你吃 七块钱都 不亏嘛这样的话 可以 就夸你不夸了 哈哈哈 我感觉他加面给的比 刚才第一份还要多 哈哈哈 哇 等烤肉吧 等烤肉吧 烤肉来我们再吃 烤肉太香了呀 因为我吃到嘴里面也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烤肉屁肩 这个腰子多少钱呢 这个腰子这是 这是羊腰子15块钱 嗯 一整个 一整个羊腰子 记住啊我们这方面 你再加点醋 另外一个感觉 好 加点醋 哇 记住啊你倒起来吃火面 等烤肉的时候 三个肉里两个干子 一个肠子 这样的话你就差不多就是个本地人 哈哈哈哈 就是个肠吃火面子了 嗯 这是我们三个旁边的烤食啊 哦 你妈妈来了啊 好吃呢 好吃呢 阿姨 呵呵 这烤肉啊 5块钱 挺大的 挺大块的 嗯 他这个上面这个辣椒啊 特别香 特别香 嗯 直接下了 植油包 哎呀挺大的 5块钱啊 烤肠2块钱一个 腰子也下掉啊 他都有嘛里面 哇 方便加烤肉啊 嗯 嗯 这个烤肉的铃山 它的鹿汁也特别好吃 嗯 这个鹿汁也好喝 哇 太安舒服了今天 该吃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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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